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國王公司跟我們的大安音樂 合作做這個員工的年度健康檢查 那也配合交通部的民航局 來做隨機藥物的檢測 台安醫院他在這個藥物檢查的上的流程 有多嚴重的瑕疵 我們認為這個已經嚴重的傷害到 我們員工的工作權以及人權 今天我們發現了疏失 我們就是要改善 而不是說提出問題的人來 我們公司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沒有任何的標籤 沒有任何的封條 完全沒有任何資訊的判讀啊 如果這個樣題裡面 有一點點的疏失 我們的工作權是完全不保的 我們會立馬被解雇的 台安醫院專業道德輪上 台安醫院專業道德輪上 受檢者人權工作權不保 受檢者人權工作權不保 台安醫院院長出來負責 台安醫院院長出來負責 你們至少說明一下你們的要請流程 一般是怎麼操作的 SOP是什麼 我們如果說每一家公司來 他們有他們的流程 我們是按照公司的流程 民航法是規定說 航空人員要做尿檢 可是基本上做尿檢 還是根據衛生署的辦法 對不對 因為民航局它不是衛生署 它不會規定尿檢要怎麼做啊 就是有沒有人可以回應這一點 對 不想為難你 但是你幫我們喬一個可以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希望說這件事情 因為整個都會影響到 我們華航的員工 對 我們的工作權 像我本人現在已經被 因為要檢的事情 在今年七月份的時候 一樣有一個空服員的案例 一樣是質疑這個要檢的 這個程序跟流程 那結果呢 他因為這樣子質疑 會台人員就一句話說 沒關係啊 你不要給就不要給啊 那結果 但是我們空服員 他認為說 沒關係配合公司 我們配合醫院 我還是把這兩管給交出去了 結果過沒幾天 這兩管被發現說 其實台灣醫院 已經擅自把它給丟掉了 直接把它丟掉了 所以我們認為 台灣醫院這種做法 真的是非常的惡劣 八月份 我接受那個 就是醫道公司的慣例 做員工的 年度的 常規的 健康檢查 只要跪來 跪台就把那個 尿液檢驗瓶拿給我 但是我發覺 多了兩瓶大瓶的 我說這兩瓶大瓶是幹什麼用 他說 公司規定要多檢查 我說 檢查什麼東西 他才告訴我 逐步檢查 我說那 我為什麼要是我檢查 他說 公司規定 我說那應該有名單 請送名單給我看 他才把名單拿給我看 有本人的名字 OK 我就去 我就去採樣 採樣以後 回到櫃台 然後就放在那邊 然後那些 接待的小姐 就說 先生這樣就好 完成了 你可以走了 我說不對吧 你這個是拿去做 讀物試驗 讀物檢測 你怎麼可以 就這樣子叫我走 我應該要簽什麼 遺交簽個字 有什麼表單要寫的嗎 你這不應該要封簽嗎 他就愣在那邊一會 他說 我們有 他才到後面去拿 他說 我就跟他講 你平均留在這邊 不能動 你去拿封條過來 他才到後面的辦公室 一會他拿出封條來 那個封條 他竟然是 中華民國民用航空局的封條 所以說 他們有準備 他們有準備 他們為什麼不主動的 依法 行事呢 蠻奇怪的 藥物檢測 其實就是毒物 看你有沒有在吸毒 那這個部分 對我們航空從業人員 是很重要的 也是我們的清白 所以說民航局 他有設定說 要隨機抽驗 我們每一個 航空從業人員 都同意 這是有關非安 這是我們有關 我們個人的工作權 我們沒有拒絕 今天檢測 根據 民用航空法 航空紀元作業管理規則 一滴一九條 一九九條 要去做檢驗 檢出來之後呢 如果檢出是陽性 因為陽性裡面 可能有胃陽性 偽陽性 就是什麼 你吃了感冒藥 可能有偽陽性 這種各種情況會發生 或者你體質的關係 所以說 在一九九條裡面來講 是叫你 停止職業 你說不是 你是飛行員 你是工服員 停止飛行 在 在 就是在辦公室 進後調查 可是公司怎麼幹 他把這個 他把這個法條擴大 說你句點 就是解雇 法條都沒有那麼嚴 法條是說 你要不能再執行 非安相關的工作 進後調查 當天的晚上 我自己到了 三軍總醫院 去做過 去執行的一次 尿液的毒物測試 三軍總醫院 在對我個人做 尿液採取的方式 跟台灣醫院是截然不同 陪同我採尿的過程中間 是一位住胃警 再加一位保全 盯著我到廁所 然後呢 看著我把採尿的樣品 收集好之後 然後 交給 所謂的化驗室的人員 由化驗室的人員 因為他們那個是用 一種 電腦掃描出來的 那種 那種 條碼的貼條 所以他拿了那個貼條 在我的面前 當著保全 跟這個 作業局的面前 當場把它貼了封條之後 然後才拿去做所謂的 藥物的檢測 在尿液檢查不合格 或者講說我們 尿液檢查為陽性的時候 其實 我們最後的一條路 就是被開除 就是被開除 所以 我們職業人員 會非常重視 我們的尿液 怎麼樣的被拿去做化驗 你有沒有符合相關的程序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自保的 化驗出來的時候 全部都為陰性 公司完全不理會這一點 完全就不理會這一點 現在目前我個人的程序案 已經由我們的修復工廠 黃總公司受 那依據我們看現在的法條來講的話 不是記大過就是被開除 所以這有一種 我去發現公司內部的一些缺失 反而我要遭受到公司的處分 或者是開除 你們至少說明一下你們的要請流程 一般是怎麼操作的 SOP是什麼 我們 我們 如果說每一家公司來 他們有他們的流程 我們是按照公司的流程 我們 我們都 不是不是 我要的 我要問的是說 今天不是流程 今天是行政院衛生署 難用藥物採驗 作業規範地 作業規範 他們明確指出你們違反這些 政府的規範 那這個就會攸關 所有來這邊進行採驗的人的權利啊 那他們今天提出質疑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問說 台湾的回應是什麼 是 真的有這件事情 還是 只是 還是什麼樣的情形 剛剛好像的確有想到說 這是華航要求你們不用做這件事情 你們不用接縫 這樣子 還是華航的規範大於衛生所規範 還是華航的規範是怎麼樣 你們剛剛有提到說華航給你們的規範 所以航空業的規範會大於衛生署規定的規範嗎 所以航空業的規範會大於衛生署規定的規範嗎 你們現在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想要確認一下 其實有一個民航法 我覺得我們在我們的聲明檔裡面 就是 民航法是規定說 航空人員要做尿檢 可是基本上做尿檢還是根據衛生署的辦法 對不對 因為民航局他不是衛生署 他們會規定尿檢要怎麼做啊 好 就是有沒有人可以回應這一點 不想 對 不想為難你 但是你幫我們喬一個可以 好 我們喬其他 真正這幾點有問題齁 你們醫院有沒有舒適 有舒適就要自己承認 就要改善 好 我們國務將回去 好 你們趕快回復 辛苦了 好 謝謝 因為我們沒有關係 幫你按 Lions 哇 哇 好 謝謝 乾ron 乾ron 他是